好啦 如果你問我說 精華塵埃有沒有圖利小審 有 突然憑空從392變560變840 當然對小審來講 利益增加很多 對不對 一兩百億 但是就算我市政府圖利 柯文哲有沒有罪 不一定 這個不一定 所以檢察官也知道 所以為什麼檢察官除了圖利外 他一直想扣他的是收賄 這個金錢兜不容 因為只要收賄 不用多 如果硬小約拿了4700多萬 拿了4萬塊你都不得了 都是7年以上有去徒刑 所以檢察官就一直希望 在行賄上去兜什麼170萬 700萬 今天又跑出來了 又是1000萬不明 說硬小約的錢弄來弄去 怎麼還有1000萬不明 柯文哲的帳戶 檢察官一直希望說 如果能夠咬死說 他金錢有問題 不管是財產來源不明 或者中間有什麼問題 私鄉授受的對價問題就完蛋了 所以檢察官不是以圖利為滿足 他還希望再加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想在被法院駁回的原因 很重要一點在這裡 那你證據不足 你說人家這個錢 有問題但是證據不足 所以現在一些還是證據了 當然柯文哲今天講話又不一樣 柯文哲講話每天變 聽聽就好 柯文哲說千萬 我有千萬金流就好了 他有 有 他之前不是說111 我跟我太太都醫生 幹一輩子還沒有12買房子嗎 他現在又說 我有千萬金流就好 其實柯文哲應該講說 千萬 千萬就買動我 什麼有千萬就好了 千萬買不動我 好吧 週刊每天都有新的新聞 又出了一個叫變遷 變遷就是下面簽 就上面說比較 給這個容積率 不給容積率的利弊得勢等等 說柯文哲有批 但是柯文哲怎麼批 說公務員不要犯罪 我看了變遷 我就是 我也看不懂 就像如果我是市長 下面簽一個說 這個東西容積率比較 我會說 那就不要多給容積率 公務員不犯罪最穩當 就不給他就不犯罪了 你市政府態度一方面又給他 開這個會 開那個會 專家小組都委會 又給他 一方面是公務員不要犯罪 不是矛盾的 你給了這個容積率 你就可能犯罪 當然說又給 又不要犯罪 那你就公務員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也很奇怪 反正就是說 千萬公務員不能犯罪 犯罪是你的事情 我市長就叫你不要犯罪了 誰讓你犯罪 民眾黨說 這是北檢洩漏消息 因為給週刊 我也覺得就是說 你北檢每天說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這個媒體每天都有消息 在報導哪裡出來的 出來以後 北檢就說不是我 不是你 你北檢追查 誰洩密 週刊洩密的話 週刊有沒有犯罪 追查 我不跟你講 你追查 你追查一次就不敢了 你每次只是講說 我沒講 他自己編的 你從來不去追訴他 不去追究他 他當然肆無忌憚 我真的覺得 我告訴你 我從過去我自己的經驗 這個週刊是有一條線 直接在台北地檢署 你看我講對不對 一定有一條線直接通的 放消息給你 放消息給你 未消息給你這樣 然後製造輿論 這個很不應該 因為說柯文哲今天新的證據 就是一個變遷 民眾黨說沒有叫公務員違法 要不然市政會停滯不前 就是說我沒有叫你公務員違法 那你為什麼要違法呢 如果違法 你幹嘛要違法呢 所以他們說是用組合權 來毀滅柯文哲的人格 我們看一下 離開台北之後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看來心情還不錯 哨著反駁千萬金流 不過再傳出有證據直指 柯文哲對精華成容積率 增加過程 早就知情 大酸柯文哲謝哲 又去傳出彭震聲 看著柯文哲無保請回 一度碎念不滿 自己沒拿錢 為何被收押 而柯文哲 是不是北檢洩漏出來的消息 用這種喊架式的方式 來誘導視聽 一下說七百萬 一下說一百七十萬 現在又說超過上千萬 在北檢康高後 高院裁定前 偵辦細節滿天飛 就在這個時間點 前台北市都發局長林周銘 坦言曾經提醒柯文哲 如果照應小微質詢 放水融機 是否恐怕必須負起 圖利的法律責任 文字形式上層市長市的事實 卻是如此 他的工作要傾聽 要判斷 要給出意見 我印象所及 他知道 我認為大家心中 都有一個清楚的答案 來這個江議員怎麼看 說實在在這一次的檢調 因為一開始就有聽到有什麼 一百七十萬還有多少錢 更何況在昨天又聽出 還有千多萬 我覺得這個檢調放出這個消息 其實只是要來殺滅柯文哲而已 我覺得說如果真的有金流的問題 就趕快拿出來 我一開始就強調這個 因為我們很多的小草 其實他們的想法很簡單 如果有貪污你就是有罪 不用再狡辯 到目前還有1500萬 誰負責的是 我們的鍾小平議員 又說有三四億 我覺得說這個是更加離譜 這三四億是你拿給柯文哲的嗎 還是柯文哲沒收到你拿去 這個也是我們大家 目前想要比較了解 比較想要了解說到底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其實柯文哲 在我們民眾黨裡面 整個是瓦解了 但是在這一次高院 有提抗告 在我們的想法 應該是會駁回 除非你有新的證據 除非有新的證據 因為你看這幾個 不管是交保的 金額都可看見是很高 但是跟金華城是沒有關係的 他重點是木可的這些問題 但是木可我要強調的一點 柯文哲是沒有在碰撞的 他沒有在管裡面會笑 沒有說你的三塊怎麼買 你怎麼創三錢怎麼用 其實他只了解一點 你錢不夠 我們柯主席會去想辦法去募款 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會去做這一點 如果關於說用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要擔心了 不可以黑鳥頭吃 叫白鳥來受罪 我覺得說在這一次的司法裡面 我希望說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說實在那一天大家可看見 大家也說這百分之兩百 一定會收下的 最後怎麼沒有收押 代表什麼 證據不足 更何況有很多的議員在說 你都說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了解 你要記得檢察官那邊的資料 你覺得他們沒有送上去嗎 法官沒有看過嗎 就是沒辦法給他定罪 沒辦法給他定罪 怎麼可能沒把你關起來 連交部就沒交部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說我們還是要去 回歸給司法一個層面 但是還是那句話 我相信柯文哲不會貪污 再來有時候他在說話 有時候他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錢多萬 有時候他的想法就是說 我怎麼有這麼的資金 有他就很好處理 但是有時候會去拿他 之前說的話語來打他 說你就可以說 你就像剛才我們少康也有說 我價錢多少萬而已 別人拿那麼多 宗小平又說我拿三四億 我哪有拿那麼少 這也是一個假設性 但是不管你身為公務人員 你就是不能拿錢 身為統統民眾黨 這是我們的新主牌 我們就是青年 既然你拿錢就是貪污 貪污你不用再改稅 就是不對 但是我還是希望檢調趕快進辦 等待今天的結果 因為我看法本來都是合法 但是不可以拿黑一點的事 要來叫黑一點太多 這也是我們比較煩惱的事 剛剛你提到說 為什麼檢察官 我也覺得這奇怪 這是搞什麼募可幹嘛 檢察官是想要看看 募可或是競選的帳 有沒有小審他們進去 他希望如果有就 你看有對價 雖然他當時沒收錢 現在選舉報恩來了 檢察官是想抓這個東西 來 怎麼看這個議員 其實我剛剛稍微更正一下 因為剛剛提到說 好像收藥禁見 都是跟這個金華城案無關 其實不是 其實現在已經有四個人 收藥禁見 都是因為金華城案的直接關係 包括映小偉的助理吳順明 包括到這個沈慶晶 包括到這個彭震生 所以都是跟金華城案有關 為什麼大家會聚焦在 柯文哲知或不知道的概念 其實是這樣 因為剛剛其實 趙大哥主持人也提到 現在的問題是土利罪 因為你貪污的部分 你要抓到金流 顯然現在檢方 還沒有抓到金流在哪裡 不代表沒有 但至少還沒有抓到 土利罪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就是說 你需要是非法進行 所謂的公務或者讓利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你必須要執法犯法 第一個部分百分之百成立 因為至今沒有人找到金華城案 兩層這個所謂的 這個準都根條例的容積法源 沒有人找到 柯文哲至今也說不出來 這個兩層的法源在哪裡 沒有人說得出來 所以最終的結果 確實他是違法土利了 這個金華城案 相等於100多億元的利益 但第二個問題 就是不是執法犯法 柯文哲必須要知道這件事情 是違法 他自己去做 他故意去做 這才會涉及到土利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現在看到相關的證據 包括自己跟遊說委員 都在這調查小組裡面 我舉幾個方 舉個看法 大家可以去公平一下 第一個 柯文哲跟映小威 至少針對這件事情 開了三場這個便當會 這便當會其中兩場無順名 也就是金華城的代表 維京集團派駐映小威辦公室的顧問 他也在做 會議紀錄白紙黑字 也提到金華城案本身 所以你說你不知道很難 第二件事包括你屬下的市府官 有高達30次跟映小威 召開這個所謂的協調會 也是討論金華城案 現在包括林中瑩 包括其他市府官也提到 他們都有向柯文哲報告 提醒柯文哲說這是有問題的 你要小心 所以怎麼可能說不知道 第二件事情 包括在市議會的質詢 其實從苗博亞 很多人看到苗博亞的影片 但其實映小威本人 也有質詢這件事情 他也有跟柯文哲爭取這件事情 但立場不太一樣 那你柯文哲一樣 也是接受了這個訊息 而第三個 六份關鍵性的公文 其實蓋甲章這個 只是只有一份而已 其他柯文哲是親自畫 要寫日期 上面還有批示 所以柯文哲有六份公文 是親手畫章 親手蓋章 甚至於畫日期的 所以你說柯文哲 不知道這件事是沒有人性的 但是我覺得關鍵是這樣 柯文哲自己的說詞 我覺得他也要搞清楚 為什麼 因為他一開始說他840% 連知道都不知道 是今年看 三四月看到媒體報導才知道 但這顯然不是事實 但他後來你看到法院裡面 他的相關的論述 他就說 他只是不知道840%違法 其實這兩個有差異 你知不知道840%存在 跟你知不知道他違法是兩回事 所以柯文哲的說詞 顯然前後也都不太起來 所以我還是覺得柯文哲 作為一個在野黨主席 還是應該勇敢面對司法 而且不要每天都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綠色恐怖等等 我還是要提醒 這個如果大家只是分顏色 然後去思考這司法問題的話 那這國家大概 沒有辦法往前走 但是如果大家就事論事 有問題就勇於面對 這才是國家生存王道 所以這一次包括尤斯威議員 是我們調查小組的主席 包括中小平議員國民黨 是提告著 你怎麼會一直說綠色恐怖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就事論事 希望柯文哲勇敢面對 司法的一個責任 林周明是何許人 林周明當時是 都發局的局長 對 他那時候很反對大巨蛋 我記得他們反對大巨蛋開放 後來也為這個 好像跟柯文哲鬧翻了 他會離職 他說柯文哲不知道 建華城容積率 他說我定期報告裡面 都有提醒 如果給他容積率 可能會突立 他也不贊成392到560 他也不贊成394 會不會讓你 他也不贊成394 but 你就不能贊成394 他也不贊成394 ち CEF 他也不贊成394 以拜神